你还记得上一次和人工客服沟通 是在什么时候吗 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 给我们打电话的推销员 咨询业务的接线员 都换成了智能客服的呢 这是如何发生的呢 从人工换成智能之后 你的体验感受好吗 有发过标吗 有被机器人假装自己是人的某一刻 给逗笑了吗 我懂哈 你肯定也一肚子苦水 不是今天的节目里 咱们就一起聊聊这个话题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童子 咱们又见面了 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个话题 就是智能客服 包括不限于那些给咱们打电话的 推销保险房产的销售机器人 你打电话时候接待你的这些客服机器人 还有那些在各类APP里的 所谓智能文字客服 至于为什么想到聊这个话题 大家都知道 我最近搬家 北京的房子里要办宽带和坐机拆机的业务 不得不和某运营商的机器人打交道 还有搬家后缺少一些东西 最近在某APP买东西遇到了质量问题 和官方客服的沟通扯皮 说起来体验可真是糟糕 你给运营商打电话 接待你的头一半就是智能客服 不仅打飞所问还废话连篇 你着急办业务 机器人却总是不紧不慢的给你念广告 搞得人像发疯 你试图打断他让他转人工 这机器人还不乐意呢 仿佛听不懂人话似的 哦你没听懂是吧 我再给你读一遍 于是呼好了哈 机器人再来一遍广告 那买东西遇到质量问题啊 你去和平台运营客服投诉 他就推送一堆常见问题列表给你 你在里面转啊转找啊找 总算找到了相近的问题 点进去 哎又把问题列表重新推给你 在里面车铺转转死循环 不知道像我这种遇到智障客服的多不多哈 但这些所谓的智能客服啊 有一个优点是哈 好像能试辩音量和情绪 当你受不了了 突然爆发怒吼 哎我要人工客服 那电话那头啊 突然就会静默个两三秒 好的 正在给您转接人工客服 哎你看哈 到底是智能还是智障 这是让人哭笑不得哈 这种还不算啥哈 有些广告推销机器人做的更有意思 给你拨过来电话还抖机灵 总是想模仿正常的人的语言风格啊 仿佛啊咱们是个傻子 分辨不出来 他是机器人士的 也不知道到底是你傻还是他傻 有句诗放在这里啊 最恰当不过了 忽如一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梨花开 说起来大概在17年18年那会儿哈 我还在一家公司参与着智慧城市 偶然接触到智能客服行业 扒了下指头算算哈 两三年过去了 现在回头看哈 在那个当下 随着机器学习概念被热炒 人工智能AI开始大热 那这个智能客服啊 也是在那个时期 跟其他人工智能概念一起啊 咕咕坠地 被一些嗅到商机的企业开发出来 推向了市场 在当时啊 确实解决了一些问题 什么问题啊 我们放在后面再谈 那市场讲的就是供求关系哈 正因为有所求 所以供的就多 从慢慢几家独领风骚赚大钱 哎 到现在几年过去了 竞争当然是日趋激烈哈 在各行各业里面成为了 企业们客户服务的标配 那搞得好像是哈 但凡是个成规模的争议 没配个智能客服啊 就是很没面子的事 而实际上呢 这个技术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啊 直到现在技术上 一没难度 二没壁垒 大家都是招几个程序员 下载个国外的开运组件 然后呢 用几个电脑做个集群 用语料训练机器人 背后所谓的核心技术啊 比拼的无非也就是 那个最后生成的知识库 那服务的好坏优劣 最后都和这个知识库啊 有直接关系 那前台做的花哨点 营销策略搞得好一点 市场关系硬一点 就能卖出去 那至于核心科技呢 对不起啊 没啥核心科技 所以啊 为啥你用起来感觉像智障 很难用 其实说到底啊 这玩意儿内部就是个 银样辣枪头 中看不中用的摆设 可是就奇怪了啊 明知道是摆设 明知道不好用 为啥这么多大公司 还要采购 硬上马 部署完了 让客户们骂 让客户们喷呢 这就奇怪了吧 其实啊 一点也不奇怪 你用百度搜一下 这两个关键词哈 智能机器人和智能客服 然后打开这些卖服务的公司官网 看一下产品的卖点就清楚了 这里啊 咱们举个例子哈 我随便搜了一个公司 去除掉这个公司名称啊 把卖点拿出来解读 咱们先来看第一张图哈 官网首页制定 这是对产品的总括概述 里面是这样介绍的哈 买了它的产品 能做到98%的问题解答率 让你企业成本降低85% 急速响应客户的问题 还能做到7乘24小时服务 那这四句话该如何理解呢 咱们往下看哈 把卖点展开 首先是金牌服务全天候在线 那什么意思 你雇人工客服啊 它可能会生病吧 干得不爽可能要离职吧 要请假吧 上厕所吧 那买了咱们这个智能客服啊 就能让你7乘24小时 不眠不休 机器人随时在线 随时服务 那其次 用了它能帮你节省开支啊 咱们举个例子哈 连通移动电信这些运营商公司 稍微大一点的地区 怎么也得弄个300座席吧 只要你买了它哈 300人立马可以给你裁掉85% 也就是246个人 留50来个人就够了 来电话先让机器人接 服务搞不明白老百姓要求转人工了 那再转过来吧 所以雇300人和雇50个人 那个更划算 那这样是不是很省钱 至于老百姓会不会被绕晕在这个智能客服的服务里 体验糟糕 反正你也没地投诉 省钱才是硬道理 那第三哈 说这个能辅助人工作息 啼笑 什么意思呢 说的就是话术都准备好了 这用户要自运啥哈 机器比人工还快 这边用户打电话刚刚问 那边机器立刻就答案出来 推送到客服的这个显示器上 客服照着面就好了 那广告做的确实好 实际情况是这样吗 你们都打过电话哈 服务效果怎么样 你们肯定有自己的感受 那第四哈 说这个东西不仅能自己学习进化 还能帮买家给打电话的人做用户画像 那听到用户画像到底能升级到哪些信息呢 紧张不 咱们来看看它里面的推广图哈 它能收集到你所在的地域 你的关注 喜好 承担意向 还能给你这个客户打各种标签 那通过大数据手段把这些信息结合在一起 那可能会比你更了解你自己吧 那基于以上这些卖点哈 现在对智能机器人为什么能上市 为什么能像智障一样给你我提供垃圾服务 即使面临巨量的投诉 还能一直存在不死 终于明白了吧 有句话叫屁股决定脑袋 那决策者和被服务者的位置不同啊 就决定了决策者为了省人工省成本 为了能弄到数据统计分析 愿意去用一个比较糟糕的智能客服 去替代人工客服 而被服务者就我们哈 咱们其实老百姓 因为没掏钱啊 没有决定权 就只能被动的去享受这个糟糕的垃圾的服务 那除非有一天哈 有官媒站出来批驳这件事 不过幸好哈 人民日报的评论来了 就在前天 8月30号 人民日报第七版 百姓关注栏目里面发表了文章 标题叫投诉咨询 人工客服不能缺位 那对智能客服的服务质量 和长期存在的问题啊 进行了报道 对客观存在的现象啊 也进行了批评 那至于后面将如何整改 如何落实到实处啊 我们一起尽管齐别 希望这些智障客服 能尽快远离咱们的生活 好了哈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在评论期里 表达你的态度 记得关注我哈 长按三秒点赞 给我一个大大的支持 我是童子 朋友们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